我是王炳忠 王炳忠来了 我是王炳忠 欢迎来到王炳忠讲台 为你讲台海 讲台湾 我想所有关心台湾问题 关心我们国家的统一 民族的复兴 所有的好朋友们 那么大家都会注意到 在昨天有一则新闻 在两岸都是非常大的消息 那就是蔡英文 这个台湾当局的最高领导人 台湾当局所谓的三军统帅 同时呢他其实也就是美国 控制台湾的代理人蔡英文 他既双十演说 公开兜售两国论之后 那么又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 新闻网CNN的访问 首次证实 他这个首次证实呢 也就是从1979年以来 台湾当局和美国断绝 一切官方的关系 美国所谓的叫做对台湾呢 是断交废约撤军以后 首次有台湾当局的领导人 公开证实 美军在台湾岛内协助台湾的部队 进行所谓的训练 那么第一时间呢 其实台湾的媒体用的标题 都是蔡英文首次证实 美军驻台 协训台湾 协训台湾的军队 那后来台军的负责人 也就是这个台湾当局的防务首长 邱国正 他似乎觉得呢 继续这样讲下去呢 恐怕会让这个战略模糊的空间完完全全没有 而当模糊空间完全没有之后呢 是不是这个二三十万的台军大军啊 要先首当其冲 那这些子弟兵们呢 可是呢第一线的要去做炮灰的 蔡英文呢 这个话可以随便说 但是台军呢 他们的这个身家性命啊 那可是直接就要上火线的 所以邱国正 这样一个其实过去呢 出身国民党教育下的这个老军官 那么呢 他就立即做了一个澄清 他解释说呢 其实这个不能称之为是所谓的美军驻军在台湾 他加以解释说啊 这个不是美军的正式部队 所谓驻扎在台湾 没有 这个只是呢 短暂的美军当中的一些 人员呢 来台湾 交台湾的部队 一些特战的战术 然后做一些这个协助台湾一些训练的做法 那他只是协助 所以这个邱国正呢 强调这个驻是协助的驻 而不是蔡英文 他想要凸显的所谓驻守在台湾的那个驻军的驻 但是啊 无论是哪一个驻 我想呢 今天蔡英文 他作为台湾当局的三军统帅 直接跳出来讲这个话 到底严不严重啊 我想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在大陆很多朋友呢 也好像有种意见的就觉得说 呃 这个只是呃 过去都一直存在的嘛 那台湾媒体在蔡英文所谓首都正式之后呢 也揭露出了一些信息 那就说啊 其实美军呢 有这个包括美国的呃特种部队叫做绿扁帽部队 或者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啊 啊 那么他们过去呢 其实像什么海豹部队啦 这些特战队员啦 本来呢 就会这个啊 陆陆续续的经常啊 到台湾的部队里边呢 来教台湾的部队传授一些所谓技能 那这个事呢 不是公开的秘密吗 不是本来台面下大家都知道的事 只是现在蔡英文把他端到台面上来说吗 所以啊 其实现状没有什么改变呢 这些都是实际呢 本来就存在的事 而且蔡英文呢 也留了一个伏笔啊 蔡英文说啊 人数没有外界想的那么多 所以啊 其实也不是特别的挑衅嘛 因此呢 有些大陆的朋友啊 就跟台湾一些独派的学者 绿营的学者 哎竟然基调一样 就替蔡英文开脱 说这个其实也并不严重 我在这里必须要非常严正的点出 实际存在是一回事 当蔡英文把他端到台面上 而且呢 是要予以公开化 正当化 那是另一回事 我用一个比喻来让大家来了解 就好像台湾目前和大陆是没有统一 你要称 这个叫做所谓的实质独立 似乎也合乎现状 蔡英文要去说 这个叫做所谓两岸呢 是两国互不隶属 好像也确实互相管不到对方 可是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情况 如果你不用九二共识 做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 去定义这样的现状 只是不正常的 我们还是要以追求国家统一 作为正常 两岸还是希望最后能够复归统一 回归到一个国家正常的状态 如果你没有占个九二共识做定义的话 那是不是其实就等同于我们讲的台独 所以现状的确啊 两岸之间是互相管不到对方啊 但是如果你要把这样的一个现状 把它正当化了 那就是台独 就是两国论 形同法理台独 其实本质没有不同 甚至呢 这样的一个表达比法理台独更严重 因为法理台独的前提 至少承认目前的现状 台湾还没有独立 所以才需要再去追求法理台独 那但是现在如果直接说 反正现状就已经是互不隶属了 现状反正就是美军可以来协助我们训练了 现状就是美台之间就是勾搭了 那么以武俱统被正当化了 我们能够再进一步去帮蔡英文开脱 用种阿Q精神胜利法说 对对对 所以啊这个现状本来就没有什么变嘛 没有什么严重嘛 我想这一点大家要清醒的认知 不论最终我们国家最高层 要用什么方法来彻底解决掉台湾问题 来让祖国完全统一 无论我们最后在什么时机 用什么方式来完成统一 但我们现在此时此刻 就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定性 蔡英文的这个表达 就是比法理台独还要更严重的 就是卖国 把我们中国的国土 等于直接卖给了美军 而且公开的要把它予以正当化 那么也有朋友会说 可是我们不能随之起舞啊 现在看起来好像是美国希望教唆 蔡英文这么做的 所以蔡英文的双十演说 包括这一次在CNN的这个访谈的内容 提前一定是早就啊 请示了美国的得到了美国的默许的 甚至呢是美国在背后希望蔡英文如此说的 所以啊既然是美台所演的一出戏 我们就不能随之起舞 我们不能因为这样而有所反制而有所反应 否则啊我们就掉入了美台所设的坑 这个讲法啊 其实似是而非 因为所谓的不随之起舞 不代表我们必须啊 不代表我们可以就说不理会敌人的做法 不代表说我们就可以啊不根据敌人的做法 而调整我们的做法 我用一个比方来说 就像我们打麻将 那么打麻将的时候啊 很多人可能内心里边呢 都会觉得说 哎我想要做怎样的一个牌 而我看了我手上的牌啊 也许可以来玩个碰碰壶啊 对对壶 但是当对方打出的牌啊 无法让你如此称心如意的时候 你要不要跟着调整呢 要不要跟着换牌呢 如果呢你自认为拿了一手好牌 然后呢从头到尾 也不随着对方的牌路有所改变而调整 而虚恒情势有所与之俱进 最后拿了一手好牌 可能不但没有胡 甚至还放枪 还被别人胡走了 自己还成了放枪的那个人 所以我想啊 这个大家呢 任何的事情要正反辩证 所谓不随之起舞 很多人呢取了一些例子 就说哎当年这个在 90年代末期到这个千禧年 到2001年的时候呢 哎当时中美也非常的严峻啊 有这个南斯拉夫使馆被轰炸的世界 有中美南海的军机冲突 但我们都不随之起舞 我们有战略定力 所以啊才安然度过 我想这个讲法呢 也是似是而非 因为当时其实全中国大陆 已经动员了全国舆论 包括军力做了这个最后最坏的准备 和美国要正面对干的 那是摆出了这个态势 而刚好碰上了911事件 所以呢扭转中美大局 变成了美国有需要啊 这个对中国呢 是有求的 希望中美能够合作反恐 那美国自顾不暇 陷入中东战场 所以这才扭转了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中美之间 有的所谓的战略机遇期 那不代表说 美国人有所禁闭的时候 我们就当作视而不见 用阿Q精神胜利法来骗自己说 什么事都没有 这些事都不重要 就像我们看到 从2016年当时南海问题 那么菲律宾呢 去搞了一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 美国呢也借机想要搞事 最后呢也是大陆摆出演习正事 吓阻了美国 那么美国看见了大陆玩真的 那么原本中美之间的这个危机呢 也瞬间的消除 所以呀你要能够真正的化解危机 就是你自己本身要不惧战 不怕战 才能够最后化解战 我想这个2016年也是个例子 那么到了最近呢 就是从去年开始 蔡英文所为817万 在台湾政治史上的最高票 当选了领导人 那么台湾又搞了一系列的以疫谋独 所以大陆才有了军机绕台 变成了一个这个演训的常态化 包括我们看到的几次这个解放军的军演 都是直接透过东部战区发言人 明说就是针对台独势力和这个美国 而这个针对在背后呢 支持台独势力的反华集团 我想这个是公开讲的 所以你说不随之起舞 但其实我们还是要做出一些反制的 就好像我们看到这个 在前不久11期间呢 那么创下了这个记录 破记录的大陆解放军的战绩 来到台湾周遭的海空域 那么从10月1号到10月5号呢 破150架次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事件 也是为了反制美国为首的多国海上军舰的演习 不是吗 所以你说我们呢 不要随之起舞 其实这件事情本身呢 它是正反两面的 不随之起舞是说 我们内心呢 有一本照 我们内心有一个 我们对于统一概如何完成的大正方针 但是不代表在一些过程当中 必须跟随着情势 而有所调整我们的节奏和我们的做法 当对方认为说 他现在敢于诛死 他要进一步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呢 就干脆进两步 你进一步 我就借力使力的进两步 再度把战略的主导权给抓回来 所以最后我必须说 我看到大陆的媒体呢 有一些社论 那么也警告就说 台湾当局 美金党当局呢 不要认为说大陆现在没有行动 就表示未来都不会有行动 不要以为今天没行动 就代表明天不会行动 但是我必须说 对蔡英文来讲 现在他赌的就是啊 拖过2024 只要20245月20号 蔡英文安全下装 他卸任了 那么在他任内呢 一切就安 他反正呢 该捞的捞 该骗的骗 到时候真的怎么样了 他就这个灰灰衣袖 跑美国也就是了 所以呢 现在蔡英文当局呢 整个的这个想法呢 还是以台湾岛内的政治斗争 做考量 蔡英文要维护他自己的权力 不提前跛脚 所以他现在继续拉回抗中保台的主轴 当国民党现在呢 这个非常的兴奋 认为说呢 刚刚罢免掉了台独立委 陈伯为 抗中保台的这个牌呢 似乎失效了 那蔡英文呢 他继续啊 这个主动的再把抗中保台的这个主轴 拉回来 而他要拉回来 让抗中保台牌有效 就必须要有美国的支持 而美国现在呢 也需要蔡英文呢 来拉高台湾牌的价码 所以美台呢 也就得到了一种默契 大家一起合作 继续炒高两岸的对抗声势 而对蔡英文来讲呢 他也不觉得这样玩火 因为啊 他可以保住个人在台湾岛内的领导的地位 真的怎么样了 那么蔡英文赌 第一 他赌大陆 有战略定力 至少要到2024以后 才会真的行动 真的完成统一 第二 如果真的擦枪走火 蔡英文有信心 那么美国人会帮助他 就算不是来救台湾 但是帮蔡英文一个人逃跑 蔡英文似乎还很有信心的 所以啊 我认为呢 今天大家呢 一方面讨论说 我们要有战略定力 不要跟随美台的脚步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你要去想 美国人不断的利用一个台湾牌 不断的炒高 台湾牌的价码 不断的动不动 就能够来讹诈大陆 来制衡大陆 来撤走大陆 那么这样的一张牌 其实原本根本不应该是美国人的牌 它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领土啊 所以当我们一直想着说 不要随之起舞 不要落入他们的坑 不要被他们主导了 但其实啊 只要祖国没有统一的一天 永远你就是被人家主导的命运 而我们不能够呢 只活在个幻想 认为说我们主导了两岸统一的大局 而不去想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 这个决心意志 那么很清楚的知道 比如说五年内吗 十年内吗 要拖多久 如果我们只是一直觉得说时间在我 但是心里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压力 就是呢 还是不能拖过头 会让台湾问题变质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清醒的思考 在内心里的话呢 那其实最后 我们认为主导两岸的大局 其实是不断的被对方主导 被敌人主导 所以啊 还是早点收回 本来就应该属于我们自己的领土 不要让我们的领土成为别人手上的一张牌 才是真正根本上 让我们主导整个国家的统一 民族的复兴 收回本来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领土 而不要让它成为敌人的牌 这才是真正的 能够不要落入被动的命运 所以统一这件事 还是不能再拖 已早不已迟 今天王美中讲台讲到这里